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最近呢 今天盘事还要下礼拜怎么观察呢 我们先请来专家了 永城国际投顾的韦国欣老师 韦老师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同大家午安 好 说我们看到 今天除了说周五之外 这个大家追加力道比较不足 甚至今天其实期货当中也蛮奇怪的 因为大家可能会预期说应该要涨 最后美股涨很多 今天陆股也是涨的对不对 就连股王大力光昨天财报很好 所以大家应该会觉得一片乐观 结果我们想要翻黑了 是啊 各位 每天每天讲这个重点 股市是个二八法则 股市是个反市场操作的地方 昨天道中涨两百多点 真的 对不对 没有弄预期心态 然后你以为股王业绩很好 以为今天台股可以大涨 对啊 美股大涨 陆股涨 陆股涨 对啊 股王 哎呀 跟你讲 赚了好几个股本了 对不对 各位 说如果你今天跑去以后 用力做多的话 对 无语问苍天了 真的是无语问苍天 会很闷吧 真的很闷啊 今天台股怎么走这个样子 昨天前半场拉得很大 对啊 前天晚上道中跌一百多点 昨天台股台子西 获迷奇妙很强 等到昨天道中大涨两百多点 今天画面不会动给你看 各位 我再跟你讲一次 各位 散户投资人 每一天你在想什么事情 人家控盘手知道的一清二楚 各位 你自己想 昨天晚上美股大涨 今天散户一定想去做多 各位 我问你好各位 各位 今天如果你是大户 你是控盘手的话 你会今天用力的拉给散户 去大涨吗 如果今天你是做手 你去用力做多的话 你到上面丢给谁啊 对啊 不就简单了吗 就这个意思嘛 所以各位 如果今天你去用力做多的话 好 我先给你看第一样东西 今天涨不上去 原因很简单 压力在哪 第一个 强势预判 各位 你知道压力在什么地方吗 在8632 今天最高点8627 第二点 今天大户根本开盘就是做空 来来 各位 你先看吧 开盘就在做空 各位 先给你看吧 你看完的话 你就不要欲哭泪了 来 打包了 我们先看右边这个地方 各位你看吧 今天两个关键 第一个 对不对 就算昨天美股大涨 今天一开盘 往上一看看到什么东西 都是压力 压力 强势上压力 其实很近 在8632 今天最高点8627 各位 实际上对不对 就是差了5点就要顶到那个32去了 虽然说今天没有碰到32 但是意思到了吧 对不对 各位 32就是压力 最后来到27 那你想这盘会怎样 不但如此 上面根本就是压力 看到吗 今天为什么涨不上去 今天对不对 跟你讲过了吗 从开盘到收盘 今天大户多空力道指标 所测出来的 哎呦 人家控盘手 对不对 人家中间大户 根本就没有去做多 各位 昨天为什么开盘大涨 昨天一跳空 就跳空将近50点 为什么昨天跳空50点之后 还能够再涨100点 答案在这个地方 纵然前天晚上美股是跌的 倒是跌了100多点 但昨天跳空 是直接跳空50点上去 再涨100点 为什么能够搞那个样子 对不对 人家大户中间 真的就是强势做多 从开盘就一路 给你做多上去 好 到了昨天晚上 刀琼大涨200多点 你以为今天怎样 去做多吗 就一看哇 压力在上远 大户在做空 各位 只说谈到压力附近 大户在做空 那你认为你该做多吗 是 各位 答案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有压力 大户还在做空 哇 所以今天你去做多 各位不要无语问昌天 各位 花点精神 问一问大户多空力道指标 问一问强势预判 我会对你比较有帮助 就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 对不对 昨天 开盘直接跳空50点 很多人根本就不敢去追多 哎呦 跳空50点吓死了 对不对 就从跳空 再给你涨100点上去 很多人总是不敢做多 哇 对不对 看到盘一直上去 又在无语问昌天 到了今天去强势做多 又不涨 又在无语问昌天 各位 你不能每天都在 都在无语问昌天 好了各位 重点是 如果你老是犯这个毛病的话 那我再跟你讲一次 各位 每一天 对不对 请你多多看看 维国欠的大户多空力道指标 看看强势预判吧 我刚刚给你看过 各位 昨天美股大涨 可是为什么今天台子期 对不对 连动都不会动 因为今天大户从开盘开始 就在做空了 就在做空了 所以各位 今天的方向在哪里 方向是在往下 懂了吗 各位 台股的涨跌 美股不是关键因素 每一天大户 对不对 大户多空力道 所测出来的什么东西 才是每一天台子期 会长会的关键 是在这个上面 今天大户在做空 何况对不对 刚刚给你看过 根本各位 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从强势预判一看 哎呦 上面对不对 8632就是压力 今天大户在做空 强势预判上面也是压力 你去做多 那我讲你怪谁 在方向做完全做错 对呀 对我都顾问你自己 你怪谁呢 我跟你讲 今天很多人做多 真的很垂胸 哎呀对不对 今天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但是我说 我是各位 你不用去埋怨这个 很多投资很奇怪 做不好就埋怨 哎呀这个盘怎么这样子 对不对 哎呀怎么大 都是修理散户 怎么多反过来操作 我说各位 你不用去埋怨这个盘怎么样 各位 你想想你自己 对不对 我就一直讲 我说各位 你要当一个成功的操作者 你想来股市要赚到钱 我说各位 方法是一定有的 尤其各位 重点第一个 各位你每天你盘动 你搞清楚 人家控盘手 人家大户一群 大户当然包含到 国内国外法人 什么都有 反正就是一个集合体 就对不对 人家经队 人家整体的力量 是往哪个方向操作 我讲各位 因为大户多功能的指标 是盘中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及时计算出来的 所以各位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从开盘开始 到盘中也好 甚至到缩盘尾 对不对 到底人家控盘手 在做些什么东西吗 对不对 我讲各位 这个东西才是你真正盘中 对不对 你想搞清楚 后面的盘会涨会跌 对不对 重点在这个地方 要不就这样子吗 做起伙有个道理 你一定懂 对 做起伙就在做一个方向 对不对 方向做对了 还有价差掌握到了 对啊 价差掌握到了 大赚小赚嘛 如果当天这个盘载 今天盘其实也就算载 对对 盘载 哎呀好了 能够赚个三十点 几十点也偷笑了 如果今天盘的幅度很大 对不对 多赚一点 也很高兴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 如果说每一天 对不对 你是用自己的想法 昨天好像没股大涨 今天好歹也会涨一涨 如果你抱着这种 侥幸的心态的话 你坚决是被这盘修理下去 那何必呢 我讲的各位 盘的涨与跌 不是你猜出来的 不是你认为该涨就涨 你认为该跌就跌 对不对 好了 所以各位 每一天其实各位 我跟你讲 在节目上 我都一直在跟你强调 是这个观念 对不对 与其你自己去 去拆这个盘会涨会跌 你为什么不花一点时间 对不对 我再讲各位 与其每一天 你自己去拆那个盘会涨会跌 你为什么盘中不花一点时间 看看维会现在大户多空地道指标 看一看对不对 那个强势预判 每天那个关键的高低点 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谈到这个地方来 谈不上去 对不对 为什么杀下去 杀这个地方来 杀不下去 各位说的高低点关键 都在这个里面 好了 所以各位了解了吗 今天你去做多赔道钱 不要怪盘不好 怪你自己不看 对不对 到今天你还是不看 大户多空地道指标 你还是不看强势预判 你怪不得谁 好了各位 今天的盘对不对 因为大户没有做多 8632是强势预判的压力 所以盘就是没过去 好了各位 希望你今天有做空赚道钱 不要因为看到没股大涨 就跑去做多 好了各位 不但这个盘如此 来导致我们看整个画面 我跟我讲 其实对不对 除了透过强势预判 派盘就知道说 根本上面就是压力 今天开盘的时候 维会讯我一样 给会员发了口讯 你自己看 跟会员讲什么东西 来吧各位 今天这个口讯 我还发得稍微晚了一点 因为我也在看这盘 到底上不上去 结果就是不上去 好了 还跟会员讲一样 压力在什么地方 在8632 所以这个盘 怎么怎么看 就压力在8632 最高点8627 虽然说没有来到32 但是意识到了 只差5点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看到没有 压力在这个地方 就如此而已 那好了 不然来我们看整个画面吧 所以各位 今天这盘 其实我有趣 第一个对不对 因为反正开盘 已经知道说 压力在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点 大会在做空 那各位 另外对不对 好吧 除了强势于盘 跟大会主要之外 你说你要看箭头 那各位在这个地方 今天开了盘以后 今天当中 在8621 在这个地方 箭头开始翻空了 大会在做空 有两者同向 对不对 而且你看没有 后面就对 这一段 为什么杀得最快 就是因为今天 就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就在远一点点 好谢谢各位 今天里面 为什么今天 就是盘中这一段 杀得最快 就是因为今天大户 在这一段地方 做空的力道 是最强的 所以只说 对对 不不不不 跟你往下杀 最近杀到多少 8571 杀到8571 好了 二话不说 对不对 反正一样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两者同向 同向做什么动作 就空了 不用把他空下去 今天这盘 其实很闷 但重点是各位 今天对不对 其实这一段 你有抓住的话 夯不浪当也快50点了吧 对呀 光这样也快50点了 我讲各位 我讲嘛 很多人一天目标 30点就好了嘛 这样子也不止30点 那这样我说 今天其实一趟做完 你后面都不要做 没关系 其实后面也没什么好做 所以后面就对不对 弹个20 你就上去 就收盘了 那不就这样子吗 那各位 今天对不对 唯一的一段 你把握住没有 而且我讲对 今天这一段 为什么 终于可以杀得比较快一点 就是因为今天 就是我在这一段里面 大户那个做空的力道 是最强的 到这边 等到后来 我给你讲 为什么后面 大户的力道 做空的力道 没有持续增加 也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盘 今天最练超到857之后 为什么后面 没有继续杀下去 那更有趣 重点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 各位 因为其实昨天的节目 我就跟你讲过 今天盘就是一个 上有压力下有支撑 不是吗 各位 为什么盘后来 杀不下去 因为强势一盘的 压力还在下面 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 你自己看 我自己看第二则抠讯 盘中那个盘 杀下去之后 来 各位你看吧 各位 这个盘有趣在这里 后来这个盘 开始往下杀以后 其实 神一点过 对 杀这个奶 其实这个地方 我记得很多人会怕 为什么 因为杀这个地方 把前面的低点杀破了吧 对啊 一看 把前面的低点都 自身跌破 对啊 自身都跌破了 那在这个地方 你的心态一定会开始翻空 偏空了 对不对 又糟了 台股今天 哇 要修理散户了 但是各位 你千万不要到这个地方来 又空在地板上 又空在地板上 说哎呀 真的是 这边去做都要被扒了 到下面来 空在地板上又被扒了 我跟你讲 今天各位 今天被扒两次 今天这个盘还不算 幅度大 但你扒两次 你一口被扒掉 五六十点了 但是我想各位 到这边你更奇怪 奇怪啊 这边为什么又不下去 对 为什么不下去 来 各位 给你看第二则抠讯吧 哎 你看看 为什么 因为强势算的坡啊 支撑在什么地方 在八五六一啊 今天最终点八五七一啊 各位 虽然说没有来到八五六一 但是又是十点之内 我就讲各位 其实各位啊 这个微博势 强势预判 所算的每天的关键点位 大体上啊 十点之内 都是大概当天 大概就是高低点 都落在那个里面就对了 好了 各位 看到没有 讲人今天最差 也就是八五六一了 所以来到八五七 就变成最低点 所以各位啊 我说真的 你千万不要看这个地方 因为沙坡 沙坡前面的支撑 那个低点 哎呦 完了完了 该放空了 你放空就上去 哎 说什么 我真的 各位说今天你做多也背拔 做空也背拔 我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东西 这可能是今天很多人的心声 是 想说老师都说对了 对 今天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各位 你看吧 后来对不对 沙坡前面 你看到没有 结果当初 还在八五七二 还在翻多了 而且坐空力道很强 对啊 中间是很强 但是我说各位 为什么地方就急刹车 你要对 重点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因为反正知道 支撑在八五六一 对对对 所以跟你说 就算急刹 再怎么样 对 反正 而且这个波段压力 到今天还没有 支撑还没有跌破过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而且各位 你都不知道 所以好了 所以你看 今天这个盘 我说各位 其实简单 如果你是个比较保守型的话 今天 反正箭头八六二一翻空了 对不对 大会做空 你就去空吗 不容易空 那下去 一刹杀了快五十点 各位够了吧 你会都不要做 没关系 对不对 已经够你的目标了吧 而且是八五七二翻多 大会在做空 两者不同项 我跟你讲 你是个保守型的话 多端不要做 只是空端跑一下就好 但问题是各位 其实今天 后来进入 在八五七二翻多的时候 其实我有发抗讯 给我的会员 我跟会员讲 说各位 我会说 会员当中 比较积极型的人的话 这个可以做 为什么可以做 就是因为 对不对 既然知道说 支撑在八五六一 对不对 不要动了 我们来对一下 各位 既然知道说 支撑在八五六一 那我请问你 我八五七二这边做 顶多顶多对不对 往下杀个十一点吧 也就是说各位 只要这个地方 指数不跌破 八五六一的支撑的话 我八五七几做多 我会怕吗 给我的停存点 不用设二十点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各位 这边可不可以做 虽然大会在做空 但是我说各位 因为强势水平的支撑线 在八五六一 我眼睛都知道 在八五六一 连抠讯都发出去 所以后来我就想 为什么跟会员讲说 八五七二 积极的会员可以做 不要怕 反正只要这个地方 不杀破的话 那你七几做多 你真的 就算下去的话 你那个物差也不过 就在十几点之内吗 有什么好怕的 就后面果物又上去了 就咚咚咚咚往上弹 那各位弹到九几 对不对 再跑一下吧 就这样子 各位 我说这个盘 你说有什么难吗 就这样子而已 我讲各位 今天我讲两个关键 开盘 你不要看中央美股大涨 但是重点是强势预判的压力 这个八六三二那个地方 压力在八六三二 但会在做空 所以你今天开盘 你千万不要跑去做多 我跟你讲 今天开盘 你如果不做多的话 你今天起码 对不对 至少不会赔钱 对 至少不会赔钱吧 说得好 所以各位你自己看 今天这个盘 不要说怎么样 对不对 就这样子一趟下来 一趟上去吧 各位今天这样 两趟也将近快七十点了 各位这点 各位我今天不是来跟你 宣耀做多少点 因为今天这种点数 我说真的啦 七十点有什么了不起 有什么好讲 我跟你讲 今天重点不在七十点 重点是在于说 既然知道说 昨天好像美股有大涨 可是因为今天 强势预判的压力 就压在上面 大伙在做空 所以各位对不对 开盘的话 你今天要做期货 你该做多还是该做空 有压力 大户做空 那当然就做空 箭头又翻空 那各位对不对 等于说 是不是等于说 三位议题对不对 验证 验证 再验证 确认说有压力 大户在做空 箭头又翻空 各位三位一体 那你在怕什么呢 对啊各位 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 你今天只要不去做多 没有赔到钱 你起码对 你今天也很高兴了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了 那各位 今天的盘也没什么好讲 因为今天盘其实窄窄的 对不对 只要今天的盘 你不要去 避免已经瞎做多的话 大概都没事情 好了 那关键也是 那问题是 今天这个盘 下不正当之后 我跟各位讲 其实微博性我看 大概下礼拜一二的话 那个幅度会变得很大 我先给你先据预告 为什么 因为下个礼拜三 是月结算 是月结算 对 因为毕竟外资所上 还有差不多两万口的多单 今天外资其实盘 有出了三千多口了 而且礼拜三 已经预期说要拉高 他先没拉了 所以下礼拜三 看起来 对对对 不知道他们经会怎样 但是不管下礼拜 但重点是 起码各位 因为这个盘 已经等于说 在区间压了两天 对 今天一整天 都压在压力跟支撑之内 其实8000 6上不去的感觉 对对对 其实昨天的后半场 基本上也都是在一个区间里面 那各位 这样搞了快两天的话 我说真的对 其实我相信 你也有经验 当一个盘 在一个区间里面 已经开始盘一阵子的话 后面突破 或是跌破的话 都是一个大行情 各位对不对 所以各位 真的 今天不管你有没有操作 但这个我给你提醒你 下个礼拜一开始 突破压力也好 跌破之间 各位 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那各位 波动大的话 那你更好好的把握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那下礼拜开始的话 好好操作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 至于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时间关系 我下期会再说 好 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要掌握个诺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勇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勇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02 25428999 25428999 真好 东森房屋 总是抢先付出关怀 红礼带的关怀 有温度的服务 东森分屋 跟红礼带买房子 我就放心了 卖屋找东森 委托就出日 加码再抽 总统套房住宿哦 勇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勇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02 25428999 2542899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有5800万名儿童 坚强的研究团队 来到了2万多口的学位了 看起来下礼拜行情会怎么走呢 赶快再请教伍老师 好啊 各位 再讲一次 因为这个盘已经经过将近快两天的盘整之后的话 任何的盘整到后面都是突破跌破 都是大行情 所以来各位 再给你强调一次 礼拜一开始很简单 这个盘啊 对不对 既然已经知道说 反正上涨压力在这个地方 支撑在这个地方 所以礼拜一这个盘 到底它是要突破压力往上走 还是要跌破支撑往下跌 我说各位都是大行情 因为往上去 如果这个盘是突破压力往上去的话 上面已经没有压力了 所以它可以 可以就像 像昨天在前一半段 突破之后是没有压力 所以它可以天马行火 给你找一百多点上去 反过来讲 礼拜一如果跌破支撑的话 下面也没有支撑了 也是天马行火 可以走一大段 所以各位很精彩 而且对 重点是除了这个强势预判的 关键点位之外 礼拜一开始大货 做多做空 会不会强力做多 或是强力做空 那对不对 跟着一突破一跌破的话 那更是这个行情就大 所以各位这个东西 我希望你今天 能够马上就知道说 到底这个关键点位 礼拜一在什么地方 赶快要先掌握好 好 那这个其实今天这盘 虽然说指数本身 它是个来回震荡 其实各位 可是股票 今天倒是蛮那个的 大力光昨天的法术会 算是很棒 但利多却不涨 多却不涨 为什么呢 你看大量先进 应该不止一两天了 我也讲各位 大力光的问题出来哪里 再讲一次各位 因为打从7月8号那一天 在先进系统里面 大力光在3342块钱 就已经破断出现卖讯 之后不论如何的 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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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都没有再出现买讯 而且他 也没有突破压力 对 他任何的反弹的最高点 顶多来到压力线附近 都没有过去过 看到没有 都是这样子 对各位 今天开高 咚又下去了 说平盘 对呀 真的是 你说这个法社会 你说是怎样 但这个问题是 有趣的来了 大力光 不管有再多的利多 可是他就是涨不上去 原因在于是因为 汤姆警所处的阶段 是一个往下修正的阶段 因为从箭头就看得出来 对不对 就是一个向下的趋势 对 因为 怎么看上面 它都是整个压力 一直不停地在往下压 对各位 再好的股票 但如果说 它处于是修正的阶段的话 股价不涨就不涨 对不对 不管你有多少的利多的消息 但是反过来讲 再烂的股票 再那个股票 再跌翻的股票 只要它是处在上升阶段的话 它涨它就涨了 就是2498的宏达店 休息两天之后 今天表现又很好 宏达店今天又闯波段新高 对不对 又闯这一波 而且人家大力光赚六个股本 他赔多少钱 对啊 他是赔到多少钱 对不对 我们照这一段来 看到没有 前几天我不是节目上 那天节目已经快 时间快到了 我还很用力讲 说各位就这一天 那天不是拉个涨停板 各位有突破突破压力 那天节目快结束 我还讲得很大声 就讲着铜打电 看到没有 今天对不对 以收盘价算的话 它又闯这一波反弹以来的新高 那为什么你说 借本这么烂的股票 可是它这种波段新高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目前它的建议率 从先行来看的话 箭头从9月8号开始的话 它是往上 所以各位看到 就是有人在买 对啊 下面看到 就是波段支撑线 就在下面就没有跌破掉 各位 从9月8号到今天 你说这种基本上 这么烂的股票 也弹了57%了 你去做融资 已经赚一倍了 那我问你 大力光再好 就是跌给你看 这种股票都涨给你看 你说怎么办 各位不要说对不对 那美率呢 今天还在闯波段新高啊 那我这个礼拜 我给美率讲了一整个礼拜了 不是吗 对啊 今天美率对不对 收盘价算 还是波段新高啊 不要说别的嘛 就从上个礼拜 对不对 这一波从47块 又翻多之后 到今天 一涨 一涨涨了 几十%上去 甚至 如果说我们回到 从8月28号 这波的起涨点的话 第一次 到第二次 两次翻多个 到今天 他已经弹了将近75%了 你去做融资的话 不是一倍多了吗 所以各位 懂这意思吗 我问你各位 这就是我给 贵宾就想说 我这很多投资人 过去你做股票 真的做的对不对 哎 也是一样啊 无语问长天 就是明明都是利多消息 大家都说好 为什么买了以后 跌给你看 为什么很多烂的股票 为什么平平涨涨 说哎呀那投机股 我跟各位讲 对 股票有没有 投机的成分 绝对有 但是问题是 不要骂说股票 投机股 对不对 反正为什么股票会涨 我说可以讲 再讲简单一点 只要它是处于 上升的阶段 怎么讲 什么叫处于上升的阶段 对基本上 你看 你看现金箭头 只要它出现 是破断买讯的话 代表这是一个 做多的转折点 反正就是有人再买 所以它的股价 对不对 才能够突破这个压力线 对不对 任何一个股票 它为什么一路跌 就是因为 不论它如何的反弹 弹到压力线 不上去就是不上去吗 一直到 什么地方开始反转 突破压力线 而且各位 我讲各位 这个股票的突破压力线 一定不是散户做出来的吧 它一定就是 你说做手也好 大股东内线 管它什么东西了 反正就是有人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股票 对不对 重新突破了 破断的压力线 告诉你说 一开始翻多了吗 对不对 如此啊 这个也是如此啊 宏达电 对不对 这种跌翻的股票 哇一直跌跌 今年以来 从年初的一百四五十块 为什么跌到 从9月8号开始会往上涨 简单说贵 难道这一根往上涨 是散户做出来的吗 一定不是吧 对不对 那各位 有人在做 你听懂就好 做了以后对不对 把这个长期的压力线 就是给它突破上去了 之后对不对 不论短线有没有震荡 反正该涨 只要没有再 没有再重新跌破 这个关键支撑的话 就涨给你看 不是各位 股票是这样子在操作的 不是每天在那边追消息 各位这东西就是 我一直在说 在股市里面 你千万不要是这种投资人 每天把钱输在股市里面 输了以后 不知道该怎么输掉 就头痛在这个地方 再讲各位 花点钱去投资你自己 不论你做股票 做什么东西都是这样 投资自己 找一套最好的指标 做的方法 那才做得长长久久 在股市里面 千万不要犯这三个毛病 反正今天周末了 在股市里面 千万不要忙 不要忙 会懂这个东西吧 各位 好 另外重点来 再讲一次 经过了将近两天的 区间震荡之后的话 礼拜一开始 大盘要不要突破压力 或是跌破支撑 关键点位在什么地方 你想预知的话 我们来关心到 这个礼拜台股周线 是连三红的 而且本周 现货就已经涨了 158点了 究竟下礼拜开始之后 其现货盘是会如何走 请锁定我们的大胜先机 下礼拜 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